大家好,經過了一連兩日的Patreon獨家轉會評論 包括利物浦新目標爆連下的評論 以及就是紐卡蘇收購拜尼斯的評論 今天就做一下賽後平 又有強強對決的友誼賽 上次就是萬聯對阿仙奴 今次就是王馬贏萬聯 基本上都是用同一個道理來分勝負 就是哪一邊用較為簡單的戰術就哪一邊贏 阿仙奴當時就是堅持短轉連結萬萬組織 這些就不適合打大戰的戰術 而萬聯那邊就較為積極斬高波 簡單直接上去就入球 今天就反過來 萬聯就較為堅持萬萬組織那一邊 更加玩新的變形系統 而相反王馬就踢得簡單直接得多 甚至乎就是用適合打大戰的4-3-1-2簡單結構 結果就好像萬聯當時贏阿仙奴那樣 直接斬高波上去就入球 宏觀的角度就講到這裡 不過有個觀點就更加關鍵了 就是我上次講阿仙奴對萬聯的時候 都已經告訴大家 打友誼賽玩太多強強對決就沒有意思 你想贏就練不到些什麼 你想練習就贏不到之餘 亦都因為對方的控球能力 對方都是強的 有分以上下的 就瓜分了你的進攻機會 而就令到你沒什麼時間 去慢慢摸索新東西 就練不到些什麼 而更加危險的 就是打這些大戰又不想失禮 又要認真一些 對抗性的情況 跟聯賽差不多 提升了友誼賽的受傷風險 打友誼賽受傷最無謂的 上一條影片的留言當中 我跟聽眾就講了這個道理 結果就開口中了 萬聯一開波就傷了一件 卡斯米露好像很正常 在聯賽那裡攔截 對方人仰馬番意外撞傷了Maino 這個就是上一次我也有稱讚 潛質不錯的萬聯球員 新仔 傷了 跟著一指錯就滿盤佳洛索 除了打少一個 期間落後的球之外 沒有了Maino 就這個懂得玩 寶變形系統的中場球員之後 萬聯竟然是沒有其他的 中場球員懂得玩寶變形系統 連卡斯米露、艾力神都不知道要這樣做 令到萬聯今天的全新變形系統 根本就完全不懂得在上半場運作 上半場對方有壓迫 沒有寶變形系統就運作不了 下半場黃馬不壓迫才說沒什麼 但清楚看到上半場就糟糕了 今天的演練上半場來說是沒有成果的 四分鐘落後的這一球波也是最好的證明 黃馬做徹底全場壓迫 萬聯沒猜過半場就馬上玩全新的變形系統 這個是什麼變形系統 這個是馬天尼斯模仿曼城的史東斯 變形上去打防守中場 由於萬聯完全沒有中場球員 是知道原來要玩寶變形系統 下寶回後防線保持著四個人的左後衛 或者右後衛的位置 所以馬天尼斯一變形一離開後防線 後場差一波只剩下三個後衛去面對對方的徹底高位壓迫 雖然京二很積極去做第一時間傳送 但不夠人就是不夠人 無論你怎樣快也好 你都是不夠人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一定要找個中場球員落後防線 保持四個人的寬度向橫的四個人 後場差一波才叫做救人 上一條片我都說了一定要站下去面向前面一段時間 拆倒過半場才叫做完整個寶變形系統 才叫有用 所以我經常都不主張 叫個邊線進攻點很遠地下來幫手 例如今天的右路進攻點 班奴霍蘭迪斯 下來就遠水不能夠近火 因為他是進攻點來的 他下來要時間的 所以他一定不夠時間下來 帶來轉身面向前面 他只會一路下來一路接應 一路背著龍門 背龍門是幫不到後防線 才猜過半場 你只會越猜越後 結果班奴他強行向前傳 立刻斷臉 因為背著龍門 向前傳很難的 第一時間後腳那些 那就給回進攻機會王馬 才令到萬聯落後 萬聯落後期間 就用了一個沒有用的防守方法 無靈兩可壓迫 前面又不壓迫 任由對方慢慢斬高波 後防才推上去 對方更加輕易大腳斬上去 就找到大幅度的空位 單刀直入 所以都不可以說 賴光 就是當時打少一個 就不夠中場追回靈涵 也不可以就是賴摩 看VR 擇怪這個魂比沙卡 包越衛 都沒什麼意義 即是根本是用了沒有用的防守方法 給你11個打11個 給你不玩越衛陷阱都容易死 而出營也並非是今天的搜門員 奧娜娜強項 18分鐘有一下 都11個打11個 都是後防線沒有收下去 沒那麼容易被黃馬大腳踢上去就單刀 上半場差點都被黃馬拉開紀錄 萬聯今天的進攻 很多第一時間組織都可取 但是防守方面 和後場猜球那裡 真的很多錯漏 總而言之 萬聯接下來這一季 真的要刪除兩個大問題 第一 無靈兩可壓迫不要再做了 麻煩 還有 不夠防守中場去打大戰的防守方法 要想辦法塞多個防守中場下去 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看到的變形系統方面 一定要找個中場球員 懂得去補變形系統下去做 要不然那些變形系統就不如不要做了 千萬不要以為奧娜娜可以衝出來 扮中堅猜球 就叫四個人猜球 概念完全不是這樣的 不要本末倒置 雖然今天有奧娜娜做龍門在後面猜球 所有的萬聯球員後場猜球都放膽了 而奧娜娜也不停衝出禁區外邊幫手組織 這些東西迪基一定做不到 但是就算奧娜娜她衝出來扮中堅猜球都好 這個方法她要做得好或者做得到 要等到對方沒什麼壓迫的時候才能做得到 例如去到下半場黃馬是沒什麼壓迫的了 黃馬下半場都放鬆了 奧娜娜她才有時間離開龍門出來禁區外邊幫手插 對方根本沒有壓迫她才有時間做這個變形 而根本在這個時候對方沒有壓迫 萬聯就沒什麼需要玩補變形系統 奧娜娜做清道夫就沒什麼所謂 而奧娜娜也不是叫做補變形系統 因為對方根本沒有壓迫 你不用怕有沒有補變形系統 你照做變形系統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對方是徹底壓迫 那你必須要補變形系統 你必須有中場球員落回後防線補 為什麼不可以用奧娜娜假裝中堅 因為當對方壓到曬過來 其實奧娜娜就沒有時間出來變形了 她要保留在龍門附近的組織 她根本沒有辦法幫忙變形 扮中堅 她是龍門來的 始終變不了形 後防線只剩下三個 都是一樣的 結果你還是要中場球員落去補 才能解決問題 奧娜娜在這些對方徹底壓迫 絕對不是補變形系統的人選 看回曼城就知道 人家曼城這個艾達神 一樣可以做到奧娜娜的事情 但是都不會叫艾達神補 叫這個誰 跟道簡寶左閘 迪布尼補右閘 甚至乎兩個有時候一起下來補 都會做一下 有需要填補的位置就要填補 看看她和萬聯球員 真的要搞清楚這個概念 不是買了奧娜娜就不用管其他補位的東西 至於你問我 如果覺得這個馬天尼斯 玩變形系統 這條計劃有沒有前途 那我直接回答你了 沒有前途 不是說馬天尼斯 玩變形沒有前途 馬天尼斯他變形猜到 我是說整個系統沒有前途 因為馬天尼斯 經已是後防線當中最猜得那個 你要他離開後防線 你不就是搞到後防線變回以前 打回原形猜不到 那整個系統都沒有前途 你猜得那個上去 你後面我都猜不到 那你變成了什麼 除非你大部分對手都不壓迫 但是英超大部分對手上半場都絕對壓迫 另外今天有個熱門話題 當然就是新加盟的守門員奧娜娜 組織方面 很多第一時間傳送 出來禁區外邊做 這些大家看到坊間都不停稱讚 我都不用說 他是做得到的 這些是OK的 不過當然失了兩顆球 那麼多或少就有人批評他失球 這一部分 例如第一球球 那些人就說他不應該出來被人套死 不過我覺得這樣說 就馬後炮了 雖然出營真的不是奧娜娜的強項 他以往在國際米蘭 以往在亞直市 出營時間都是不準的 但是今次他出來 又無可口非 事關對方真的很大機會單刀 只不過是比寧涵太好 比寧涵懂得把球拿到後面 竟然他可以跟奧娜娜保持距離 才令奧娜娜的時間錯了 這球球你不如贊 比寧涵他好球 還有批評萬聯後防線 為何推到這麼前 前面又不壓迫 無靈量 壓迫好過 至於下半場 那些隊友完全不壓迫 就被人家這麼近刀掛 而人家真的掛得到 掛得漂亮 第一時間 都沒辦法 這下我想迪基亞都沒辦法 變了奧娜娜 防守方面問題不算嚴重 進攻方面叫他猜到幫到手 至於黃馬方面 4-3-1-2有沒有前途 贏了萬聯代五代表很厲害 今天當然見得到比寧涵的天分很高 做到超級連結人 連結 推進 甚至插入入波 而他的引領攻勢 也能掩蓋卡馬雲家的問題 令到黃馬的中場控制力 更好過對面 曼聯的卡斯米露艾力神 Mason Mann組合 但是4-3-1-2始終 只適合打大戰的戰術 對著中下游分子 要面對密集的話 就完全不對 天然老鼠拉龜 主要是進攻點全部進入中間 拉不開對方的後防線 24分鐘 雲尼斯奧斯偶然拉到左邊 才叫做面對密集的時候突破到 所以安澤樂堤去西甲面對密集 一定要叫兩邊巴西仔 拉回那邊 要不然你就會回到 斯丹沉迷4-3-1-2天然老鼠拉龜 超級老鼠拉龜的球櫃 你說西甲可以屈肌 我就說 就算屈肌 都難以拿西甲冠軍 歐聯冠軍反而機會大些 但是西甲是聯賽 又不是杯賽 就不同些 如果同一個聯賽中 主要競爭對手的巴塞 同樣都是天然老鼠拉龜 那你黃馬天然老鼠拉龜 都沒有所謂 就鬥屈肌 看誰屈肌比較厲害 都可以鬥一下 但是如果巴塞懂得玩 總共怎麼拉兩邊的4-3-3破密集 那黃馬的4-3-1-2天然老鼠拉龜 結構就比下去了 你唯有就是看看可不可以有安巴比加盟 如果安巴比今季加盟 打4-3-3兩邊拉 那就會好一點 Patreon片尾賽的部分 馬天尼斯 玩這個就是變形系統 沒有什麼前途 那曼聯應該是怎樣玩個變形系統 才有前途呢 Patreon那邊是會回答大家這個問題的 記得要支持Patreon Youtube這裡 給多點Like、Subscribe、按鐘仔 給多有意的留言 才可以幫到Channel的增長 謝謝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